我只有一句話 就是黑箱作業已經到大家不能想像的地步了 在之前我從來沒有針對某一個人批評 但是他都說我在罵他 我真的要在這邊公開的問 我就把名字說出來好了 柯委員我什麼時候罵你什麼 為什麼都在說我在罵你 因為我罵你所以不能提名蔡市長 這是什麼邏輯 我一直從開始以來我一直都是一個藉口 不提名蔡市長的藉口 是因為蔡市長用我當總幹事 因為他的總幹事一直在罵他罵黨 我不知道我罵了柯委員什麼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罵了柯委員 請他告訴我 這是我搞不清楚的地方 我也曾經說如果 如果林志堅退選我就退 不選市議員 我說過這個話柯委員也知道 但是柯委員說要來跟我道歉 他跟蔡市長說他要來跟我道歉 為了他在今年5月15號在黨部協調的時候 對我拍桌子罵三字雞 他要跟我道歉 沒有啊 沒有啊 他當著小英主席的面前說 他當著小英主席的面前說 他可以來跟我道歉 他說 叫我給他開 這個也沒關係啊 這是這樣子 沒有來 他在市黨部 今年5月19號在市黨部 對我拍桌子罵三字雞 只是為了要讓我退選 可是在去年的年初他告訴我說 我要支持施加 因為我欠施加的情 我選是 我選立委是施加讓給他的 他欠施加的情 做立委為國舉財 為民服務 施公器 不是隨便的讓他來還人情的 既然他是被讓了立委 那麼請他還立委吧 怎麼人家讓他選立委 他還一個施議員呢 怎麼他選上了立委 他現在在決定 決定市長的候選人呢 為什麼可以這樣 這個過程裡面充滿了驚奇 不斷不斷的有奇怪的人 不是奇怪的人 就是有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人被提到 彭文正教授被提到 謝文靜議長被提到 現在是林志堅 彭文正教授說他真的不知道要怎樣 讓民進黨知道他不想選 他一直說他不要 但是大家一直去找他 但是難道就是沒有看到民進黨真的沒有人了嗎 民進黨真的沒有人可以選了嗎 願意要出來擔這個重擔嗎 明明就是有啊 他說沒人 所以我說教授們在這個禮拜開了一個記者會說 民進黨是對蔡仁堅針對性的封殺 對蔡仁堅針對性的封殺 教授們說的非常的正確 他們就是不要讓蔡仁堅先生來參選 那在這邊要問為什麼 在過去在今天以前的過去 我從來沒有公開的為我自己的選舉 我自己要選市議員這件事情說什麼話 但是我一直都在說的是 我們需要一個好的市長 有經驗的市長 有能力的市長 會做事的市長 來幫我們新竹市 可是他們不是 這是為什麼 我們正在找答案 我請媒體的記者先生小姐們 跟我們一起來找答案 我請廣大的市民 還有這些網友們 大家一起來找答案 為什麼 為什麼一直在換人 為什麼針對性的不讓蔡仁堅來選市長 為什麼 我覺得大家一起來找答案 然後 在今年的9月1號到9月5號登記完畢 我們就知道 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做我們自己最後的決定 選一個會做事 有能力 然後 有心 把新竹市建設的更好 把建設新竹做為一生的使命的市長 我們一定要讓他再來把我們的新竹建設起來 恢復我們新竹的光榮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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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